真正的大国自信,中美元首会晤,中方的历史性摊牌,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非常不一般,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点令人震撼,第一点是美国上下的庄重和紧张程度,这次会晤是在去年11月,中美元首巴黎岛会晤时隔一年后的再次会晤,上一次会晤就来得不容易,拜登上任后不久就不断表态希望与中国元首会晤,但中方都没有回应, 直到去年下半年,最终美国给了承诺,中美元首才在巴黎岛会晤,于是有了巴黎岛会晤的两国元首共识,然而巴黎岛会晤后,美国并未执行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,并且在上半年击落了中方一个民用高空气球,这惹怒了中方,本来两国正在沟通一系列事宜因此暂停,而这次旧金山的会晤,是美方又一次次的沟通,一次次的跑中国, 最后才达成了共识,才有了这次旧金山的会晤,也正是基于这次会晤的不易,美国上下整个过程中都非常紧张,包括街机市多名高官街机,以及旧金山对清理街上的流浪人员,把街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等等,一直到中国元首抵达会晤地点,美国总统拜登在门口迎接,出门又送出门口, 美国什么时候对另一个国家这样过,而这种情况,若非自己实在是没办法了,他会如此尊重我们,2021年3月18日阿拉斯加中美对话的时候,他们多嚣张,这都是咱们两年多来斗争后的结果, 一则美国实力是真的不行了,二则是咱们的实力是真的让美国感受到了,当然至于拜登后来再见记者时,被记者挑拨又放一句烂话,那一则是选举需要,拜登不能显得自己太软弱,二则也是拜登有些气急败坏的表现,这美国总统当的有点太窝囊,霸权不在了,而在拜登说烂话的时候,只见下面的布林肯急得直搓手, 而在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,布林肯非常紧张,在拜登表态的时候,紧盯拜登,就怕领导说错一句,他又得想办法圆回来,但无论如何,整个过程中美国的状态还是让人震撼,这充分表明这次元首会晤的重大意义,第二点是中方历史性摊牌所体现出的巨大力量,这次中美元首会晤,中国元首表态非常坦诚, 坦诚到让大家一听,美国在中国面前,就没有一丝一毫霸权了,也充分体现了谁在这个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,会晤中,中国元首指出,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中美有两种选择, 一种是加强团结合作,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,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,另一种是抱持零和思维,挑动阵营对立,让世界走向动荡和分裂,两种选择代表着两个方向,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,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,中美关系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思考和谋划,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,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,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, 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,这个地球融得下中美两国,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,这句话够不够硬,够不够有实力,在这个世界上,还有哪个国家能让美国总统坐在那里听教训, 中国元首给的结论是,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,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,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, 这句话的内涵是什么?你想改变我是不可能的,而且美国自己也已经承认改造中国失败,而中国从来没想过改变美国, 中国元首直接告诉拜登,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,内涵是直接告诉拜登,美国肯定不能承受, 这就是大国实力的高度自信,十多年前,习主席访美的时候说的是,太平洋足够大融的下中美两国, 现在是这个地球足够大融的下中美两国,大家听出弦外之音了吗?相信拜登应该是懂的, 中美两国的关系早已不是太平洋的事了,而是全球的事,而且中国元首直接告诉拜登, 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,也就是说你美国的路子是错的,你要非要走第二条路, 你美国肯定没好结果,这种自信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大国实力,而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, 那是在告诉美方,中方愿意与美方一起成为彼此的机遇,中方也愿意与美方分享发展成果, 前提是美国要放下成见,在台湾问题上,中国元首很明确的当面给美国划了红线, 中国元首指出,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, 中方重视美方在巴黎岛会晤中做出的有关积极表态, 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, 停止武装台湾,支持中国和平统一,中国中将统一,也必然统一, 这就是强大实力与强大自信的具体体现, 第三点是美国这一次的妥协程度, 如果说上次中美元首会晤,主要是戊戌的共识, 那么这次中美这次元首会晤的共识有不少是戊戌的, 而且从内容上来看也非常丰富,有二十多条,就具体体现而言, 我们就看一点,美国本来准备在APEC峰会上, 把印太贸易协议给搞出来, 从而确立美国一直在推的印太战略的经济框架, 结果现在拜登停止了该计划, 这意味着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框架遥遥无期了, 等于对中国来说,要的就是美国在巨大压力下, 不得不向中国做出的一系列承诺, 以及不得不向中国所做出的妥协结果, 而如果美国未来违反了双方的共识, 美国要想再想拉回原点就不可能了, 要达成新的妥协, 美国就得付出更多, 如此循环, 中国在这种较量中不断壮大自己, 而美国自己能感受到自己是什么感觉, 否则也不会如此来求中国了, 中国元首给了拜登政府一个非常明确的路线, 并且提出来了中美关系的五根支柱, 中国是紧扣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承诺的, 包括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, 不寻求新冷战,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, 不支持台独,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, 这五点都是美国承诺过的, 中国这次实际上是借机要美国把这个扣给扣死, 并且提出了中美关系的五根支柱, 我们来看一下这五根支柱, 提出的简直是绝妙, 一是共同树立正确认知, 二是共同有效管控分歧, 三是共同推进互利合作, 四是共同承担大国责任, 五是共同促进人文交流, 如果做到了这五点, 哪里还有对抗, 那大家就携手合作, 把世界建设得更好了, 那么如果美国不围绕这五根支柱做呢? 那就是你美国不仁在前, 中国不义也就理所当然了, 中国占据了道德制高点, 中方提出五根支柱, 你美国敢反对吗? 但是美国肯定不愿意遵从, 美国不愿意遵从的时候, 中国就反复强调, 而每一次强调都会提升中国的国家信誉, 美国挑逝搞破坏的形象就越深入人心, 这次会晤之后, 美国一方面需要中国得承认中国提出的这些条款, 另一方面又想打击遏制中国, 他自己如此撕裂, 别说盟友, 他连自己都说服不了, 那么一个精神趋于自我分裂的美国, 还有什么力量? 问题是美国自己根本没有力量对抗中国, 这次会晤, 其实是中国将其定性为里程碑, 美国并不这么定性, 那么中国定性的准确吗? 因为这次是中国元首, 在美国用实力迫使美国让步, 从而达成为一系列共识,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 这就是中国在给美国制定规则, 这对中国来说难道还不是里程碑吗? 对美国来说, 他从原来的霸权国家, 到现在至少在中国面前, 没有了一丝一毫霸权, 这当然也是里程碑, 只是他不会承认这一点, 事实上美国还把这次中国对美国的访问, 歪曲成了是中国经济不行了来求美国了, 但这些都不过是拜登政府为了选票做的宣传, 中国不管这个, 中国该拿的东西已经拿到手了, 中国以优势方, 以胜利者的姿态, 与美国谈并谈出了共识, 这就是里程碑, 中国要的就是把美国一次次的掰过来, 这个掰过来的过程, 就是中国教化美国的过程, 也是引领世界的过程, 而是引领世界的过程,